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师傅 您给一个人看头疼吗 周二的时候 您说了这么一句话 时间没到 念经念得到位都没有用 时间一到 刚刚开始念 马上给你颜色看 请问师傅 请师傅开始一下 他说这种情况是哪种情况呢 一般是 有周二师 举个简单例子 师傅都喜欢给你举例子 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你大学里 你要考试是十月份考试 对不对啊 那你呢 现在呢 知道自己功课不好 拼命做功课 拼命做功课 就是你做了再多的功课 你也经验了再多 你没到十月份 你怎么考啊 对对对 很好了 我一讲闷就明白了 他有个报应期的 他有个时间的呀 比方说他到这个节的时候 你拼命的念经念经 好 这个节越过去了 他节还没到 你拼命念经 哎呀 我 我怎么还是不好啊 因为还没到这个时间呢 比方说 给你一年的报应期 一年都很倒霉 对不对啊 那么你在这一年当中你拼命念经 怎么还倒霉啊 你没到时间呢 因为重新审判 再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就明白了 比方说这个人被啊 因为过去的罪孽抓到监狱里去了 对不对啊 那么他去申诉 重新要求审判 那么在这个重新审判当中呢 你还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呀 你天天还是关在房子里 所以这个时候想 哎呀 我天天申诉了 我天天这么努力了 啊 我是好人 你为什么还关在里面 你要等到法院重新裁定 重新开庭的时间 你才能获得重新的希望 这个时间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 没到时间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说过你到这么多例子 哈哈哈哈 哈哈 谢谢大家